社會一般上 當我介紹她說她是我太太的時候 她就會問幾次 我又要很友善地回答幾次 我相信如果是異性戀利這樣做 是很不尊重的 我叫Bel 我現在主要是幫人私人補習 我和Shirley在一起 十一年 我叫Shirley 現在是全世界的學生讀神學 神學 對 索尚佬 Bel和Shirley在大學形身形裡認識 十年之間曾分開 復合後的第六年決定拉上天窗 在香港註冊結婚的程序 最快只需要十五天 但只限男女結合 他們就歷盡波折 去到加拿大溫哥拿註冊 由牧師主持靜婚儀式 然後回香港補辦婚宴 直到我真的行禮 這個過程差不多用了三四年的時間 中間那個過程 除了家裡的關係 出櫃 就是場地有很多波折 辛苦 艱酸 很後悔 其中一個場地 就跟我們說 不是很OK 我們訂一個場地 作為一個結婚的場地 因為礙於我們同性的關係 找來找去 他們終於找到場地補辦婚禮 但結婚 在香港法律上仍然是單身 在香港除了這些當然沒有用 就要立為足 做這個持久授權書 如果真的要比較 異性的婚姻 我認為是 我們要做 好像比別人要快做多些事情 可能 我相信結婚沒多久 我們已經說要立為足 真是很奇怪的事 但我們真的做了 萬一有什麼事 你不能夠用 我現在這個所謂 在倫庫巴的一字婚書 來保護到她 在香港 他們享用不到婚姻帶來的權利 在其他地方 例如我當加拿大 或者其他國家 其實只要他們 能夠認受這個婚姻的話 其實可能 有一些權利 我們是可以享用到 早前去了美國讀書 她就可以以伴侶的身份入境 說到尾 婚姻對她們來說 是愛待與權利 我記得我說過 我有個很簡單 又好像很傻瓜的信念 就是我希望 盡我自己的能力範圍 可以保護到這段關係 面對婚姻 Bel就覺得 其實跟異性戀沒有大分別 都是 生活就是 可能除了 像剛才說 我們會有爭執 可能會為生活 瑣碎的事情 可能會煩 其實都沒有很大的分別 不是說我們 和你們有多少相同 或者不同 而只是我們是人